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索爾 繼續來進行角色介紹的重製計劃 本次重製的角色為愛達 她是一位超好用的輔助角 特技是可以搭箱子創造高低地形 還擁有目前只有她有的群體加傷害三爭議 還丟酒桶讓敵方降模仿與降術 這次就來救了她 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囉 話不多說,馬上開始這次的主題吧 愛達是一名守望者,移動為三格 有伊莉亞、漂泊者與烈陣奴靈三個陣營 伊莉亞可以吃底塔利奧的陣營光環 漂泊者可以吃米格爾的陣營光環 烈陣奴靈則是可以吃利奧尼德的陣營光環 再來介紹愛達的個性 愛達的個性只有一部分 對於自身範圍內的敵人進行援護攻擊 造成物理傷害,美惠爾固定的發動次數 一星時對自身範圍四個內所有敵人進行援護攻擊 造成30%物理傷害,美惠爾最多發動一次 二星時多額攻擊力提高6% 三星時變更為美惠爾最多發動兩次 四星時攻擊提高變更為12% 五星時變更為自身範圍五個內所有敵人 造成40%物理傷害 愛達的個性隨著星數上升也沒有很大的變化 所以可以抽來就直接用 愛達輔助是以技能為主 能放技能就能上場了 一星就能上場算是他的優點 不需要跟其他角色搶碎片位 畢竟愛達不是靠個性上場的 再來談技能 先來介紹天生技 愛達的天生技是破盾射擊 這招算是蠻不錯的技能 在某些需要打護盾的場合很有用 例如神冰山 過盾式可以提高愛達不少攻擊 可以幫助隊伍更容易破盾 至於其他技能要升級後才能取得 但每次升級後技能只能兩邊則一 如果兩邊都要學就得吃領悟之力了 領悟之力在遊戲中不好取得要盡量省著花 這邊來談不吃領悟之力的狀況下 各階段選哪個技能比較好 以下會先介紹該階段的兩個技能 再給出選取建議 先談一階的技能 支援的技能是修竹攻勢 傷害的部分則是破盾搶 來談選擇的部分 一些技能建議選擇修竹攻勢 這次槍子後只要隊友站在槍子上輸出 就可以獲得高地攻擊創造更高的傷害 以下用個實際例子來示範 貝拉站在槍子上輸出 很明顯右下方出現了高地攻擊的字樣 這樣就能提高輸出的傷害 這一招對於很多場合都很好用 例如神兵王蓋了一個槍子之後 可以整場都增傷 甚至爬塔還能用槍子騙敵方輸出 算是非常強悍的輔助技能了 破盾搶雖然也不錯 但不是每個敵人都有護盾 而且艾達也不是主打技工型的 這招日後若有需要再用領悟知識學就好 三階技能的部分 資源的技能是引路圍光 傷害的部分則是拋射酒桶 來談選擇的部分 三階技能兩招其實都很重要 建議兩招都要學 引路圍光台幅剛輸的時候是持續兩回合 在某式更新後變成了持續三回合 若艾達有戰術騎士輔助的狀況下 這樣群體商三就能整場不中斷 而且目前群體商三還是只有艾達有 其實就只有馬格魯斯的群體傷害二 算是獨一無二技能了 至於拋射酒桶 之前我的認知是錯誤的 拋射酒桶除了六九地井可以降低敵人的移動力外 還有更重要的兩個要素 以下要以實際的例子來示範 在酒桶丟出去之後 敵方位於六九地井死 首先會降出150點還會降低40%魔防 如果加上丟災害品的降魔防二 跟戰術中決戰耗小的鎖定目標 可以將敵方的魔防幾乎降到裡 輪迦樂的爆炸傷害就是這樣來的 先把敵方魔防幾乎降到裡 再讓輪迦樂輸出就可以打出極大的傷害 此方法不只輪迦樂其他魔攻角色都適用 此外在打打時搭配上火系的技能 還能把烈酒的地井轉變成南昭地井 可以說是非常好用 5階的技能部分 這一階兩邊的技能都是反應技 支援的技能是掩體優勢 傷害的技能是回擊 來談選擇的部分 5階的技能建議選擇掩體優勢 艾達因為可以自己搭箱子 所以要存在物品並不困難 可以踩在自己搭的箱子上面或旁邊 就會獲得減傷 艾達可以利用這一招再搭配上減傷的裝具 例如神兵一七死戴面具 就可以分擔一次王的單體傷害 就不用用輸手去吃而降力輸出 甚至吃不了 至於回擊 因為艾達的守望者沒有剋他的職業 所以通常敵方遠程也不會優先打他 攻守普攻又是二到三個 所以被這樣打應該不會反擊 所以回擊對艾達來說用數就不大了 C階技能部分 支援的技能是破防 傷害部分則是接壘戰 七階技能選擇的部分 因為艾達使用技能太多 這兩招根據食物技能來看 用到的距離都不大 但若真的要選一招的話 建議選擇破防 目前遊戲要降對方防還是不太好降的 降攻的手段比較多 降防大多都是得丟瓶子獨臉 至於接壘戰 畢竟艾達是輸出手攻擊力並不高 提高攻擊對於艾達用處不大 還是選破防當個趁時的輔助好得多 有些技能部分 這些兩邊的技能都是普攻 支援的技能是破盾級 傷害部分則是驅散級 有些技能選擇的部分 這兩招都有一些缺點 驅散級雖然能驅散 但因為艾達速度慢 除非幫艾達加速 不然通常會來不及在敵方行動前就驅散 但若敵人增益很多 需要多人合力驅散時 還是派得上用場 至於破盾級 則是不是每個敵方都有護盾 也是少部分場合用得到 這就看個人打法決定要選哪招了 直一階技能部分 支援的技能是拿起武器 傷害部分則是暴風狙擊 直一階技能選擇部分 建議選擇拿起武器 這招雖然看起來能讓援護攻擊 傷害從100%變230% 但艾達速度並不高 所以也不是重點 重點其實是回復能量 在某些關卡中有奇效 例如神秘2用貝拉的砰砰砰打法 因為這招要5能量 在貝拉沒滿心時 即使差了戰術旗子 貝拉沒辦法每回合都保持5能量 若個性沒出發就不夠能量了 這時用拿起武器 就可以補足貝拉能量不夠的問題 對於日後缺能量的角色而言 也能用這個方式進行輔助 至於暴風狙擊 因為愛打並不是輸出 而且有很多好用的輔助技能 也沒有多的技能格子裝輸出招了 接下來談技能攜帶推薦 這邊是以等級達到55級 技能已經全部學王的重要度推薦 有一千級等級不夠 技能學不全的時候 就只能有什麼帶什麼了 普攻兩招皆可 反應建議攜帶掩體優勢 技能建議攜帶 修竹攻勢 引路微光 拋射酒桶 這三招就是看廠商的狀況輪流放 施放並無一定的先後順序 破盾攝影師需要幫忙破盾史換上 破防則是需要幫忙上降防時換上 拿起武器則是需要幫忙隊友回人時換上 至於武器部分 建議帶伊莉亞格鬥攻 可以增加援護攻擊的傷害 也可以考慮裝流星之罪 無論是愛打主動攻擊 或者是援護攻擊時 都可以對敵方上檢疫 如果主動輸出也需要能打多一點傷害的話 也可以裝剛心重弩 攻險能無視對方一副分防禦輸出會比較高 原物攻擊也吃得到無視防禦 裝具部分 因為裝具沒什麼跟愛打特別搭的 愛打在場上也只是輔助用 沒啥非裝不可的裝具 最後就是若要讓愛打透過炎體優勢吃傷害 裝相對應的減傷裝具即可 至於塔羅部分 若要讓愛打原物攻擊高一點 建議裝高塔 而且無需有64條 64條對愛打幫助不大 找物攻多的高塔裝就好 若要讓輔助更好用 建議裝有60磁條的世界 這個在戰術沒帶棋子的狀況下很好用 技能冷卻中時就待機 可以縮短技能的冷卻時間 就不用苦苦等技能轉好 至於磁條部分 以物攻為主 生命防禦為輔 特應部分 因為愛打的順發技能多 還能援護攻擊 建議可以克權杖加權杖 比較容易疊多個二級爭議 最後做一下愛打的小解 愛打是輪家的最重要的掛件 沒有之一 也是目前能讓敵方模仿降到接近0的關鍵 少了他的丟筒子 模仿都降不下來 所有的法攻角跟他都很搭 目前算是最好用的輔助角了 可以蓋箱子創造高低優勢 全體傷害傷讓我方全體增傷 丟筒子即使用不著降魔攻 也能降低對方速度跟移動力 降低對方速度後 一個號角能用兩回合 拿起武器還能慢慢回忍 算是非常萬忍的輔助角了 抽卡資源若充足的話 建議抽一次來使用 無需刷碎片身心 抽到馬上就能用 但依舊還是老話一句 抽卡還是得亮麗而為 若沒抽到就等等重逢遲吧 千萬別投得硬抽到退坑 愛打就就到這 若本身影片對您有幫助 希望幫我按讚、分享並訂閱本頻道 訂閱後並按下訂閱把鈴鐺開起全部通知 之後有新的影片或實況 您就可以馬上收到通知囉 若對影片中有樂意或歡迎各位朋友留言發問 我會進行解答各位問題 也歡迎各位朋友交流在社群 或者是FB粉絲團 希望網址我會放在社群欄中 頻道敬意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觀看史若遇到廣告 至少觀看38廣告 別跳過廣告 可以去上個廁所、倒個水、聲浪等 花費您短短的時間 可以幫助本頻道的收音記憶下去 十分的感激 並歡迎各位朋友來我的時光聊聊 每天晚上開播等您來哦 下個影片見哦 拜拜 拜拜